你们还记得《天下无贼》中那段火车上打劫的戏份吗 堪称经典名场面 当年冯小刚在拍这场戏时 由于剧组经费有限 所以他想找两个片酬低 但知名度高的演员来客串劫匪 然而直到整部电影都快拍完了 也没有冤种愿意接这个角色 版本之下 冯小刚便找到老朋友冯远征喝酒诉苦 聊着聊着他突然一拍大腿 怎么把眼前的安家河给忘了 这样的恶人形象 不正是劫匪的最佳人选吗 然而冯远征听后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因为安家河的家暴男形象 演得过于深入人心 导致他被观众骂得生争两年 甚至走在路上也能被人认出 因此冯远征根本不想出现任何 跟暴力战边的角色 冯小刚一听 立马拍着胸脯向他保证 只要你肯出现劫匪 我就能帮你洗白安家河 冯远征听了这样的保证后 激动的都要哭了 然后握着冯小刚的手说 只要能洗白安家河 我可以不要片酬 而且我还能把辽北第一个人 也给你忽悠到剧组来 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到了剧组后 冯远征和范伟看着两页纸 加起来足足一百多个字的剧本 陷入了沉思 这可把两人整不会了 一时间不知道从何下手 只要是冯小刚走过来跟他俩说 这场戏我本来是要删了的 但是觉得这段挺有意思 就决定拍一下 冯远征和范伟一听 心瞬间凉了半截 不过来都来了 就索性放开了眼 范伟一上场 就把彪哥那个磕巴劲整开来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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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演听后都忍不住笑场 而冯远征见范伟都放了大招 自己也得了点猛的 于是翘起梁花指对群演喊道 就这样 原本可有可无的一段戏 却意外成为了全片最搞笑的部分